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萌扬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8号星期一 亚太时间是8月9号星期二 刚刚结束了六个区域的环岛军演 中共又宣布新一轮的军演开始了 习近平可能是用这种针对台湾的军演常态化 为他的二十大连任加分 但是习近平玩得好这把双阵剑吗 有三个关键项他都不占 习近平会不会伤到自己呢 而为了谋求连任新华社发了一篇长文 赞颂习近平的防疫政策 这是助力二十大还是在恶心习近平呢 在台湾周边六个海域进行的军演 昨天中午12点已经结束了 中华民国国防部新闻稿中指出 说截止到7号的下午5点 中共共出登了66架次的军机和14艘次军舰 其中22架次的军机是越过了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 看到这个消息呢 我当时就想到了老家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离我老家不远 比我大七八岁的样子吧 1970年代那个时候 农村老家还没有安装自来水 吃水得去井边挑水 一天傍晚呢 那个人去挑水 往回走快到家的时候 突然莫名其妙就倒在了地上 水桶里的水全都撒了 再看那个人呢 他的四肢是不停地抽动着 眼睛往上翻 还不停地口吐白沫 当时我不到十岁啊 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感到很可怕 那不长时间呢 周围就围拢了一些人 大家是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围观着 那个人的父亲不久也来了 他告诉那些围观的邻居说 这是抽羊角风 还说呢 抽风的时候不能碰他 一碰就会留下残疾 等那个劲儿啊 过去了 抽完了就会好的 直到后来长大之后 我才知道 羊角风就是医学上叫的癫痫病 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虽然心里害怕 但当时就是舍不得离开 总想看个究竟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那个人停止了抽搐 然后呢 眼睛也不再往上翻了 但是嘴角那个摆墨还在塞边挂着 那个人慢慢地睁开眼睛 躺在地上就一动不动 这时候呢 他的父亲上前将他轻轻地扶起身 让他坐了起来 这个人看上去是有气无力啊 那个头软软地向下垂着 两个胳膊也软软地搭了着 周围的邻居这时候也是纷纷上前帮忙 就将他架到了他父亲的背上 然后被他父亲给背回家去了 看到昨天中午六个区区的这个演习结束 我心里就说 中共的这一轮杨角峰抽完了 按照正常情况 中共可能得消停几天 但是没想到 今天中共又宣布 继续在台湾的周边海空域进行军演 终点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 看来中共是病得不轻啊 杨角峰抽得很频繁 也可以看出中共很可能是被佩洛西给气疯了 折腾起来没完了 但是中共这样折腾下去 整个中国都要被中共给折腾散架子 中共央视引用体制内战狼学者孟祥卿说 从现在起 中共军队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军事演习 将成为常态化 孟祥卿说 台海中线从未被中共承认为合法 只是上一个世纪由美军为战斗需要凭空想象所划处的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台海中线 根据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的说法 台海中线是避免两岸军事冲突 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一个象征 1955年 美国第13航空队正式参与协防台湾 并在海峡上空划定了一条防空警戒线 2004年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的李杰 在立法院第一次公布了台海中线的地理坐标位置 就是北纬27 东京123度 以及北纬23度 东京119度 这条警戒线还以美军空军首任驻台司令戴维斯的名字命名 就叫戴维斯线 美国划这条线一方面是警告中共 另一方面就是限制台湾的军机主动出击之意 1958年 台湾和大陆在台湾海峡几次空战之后 双方对这条中线几乎就达成了一个默契 此后冲突减少了很多 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条虚拟界限 为避免两岸冲突曾经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019年3月 中共两架歼11战机飞越了台海中线 这被看作是20年来中共第一次越界 目的就是向日趋热络的美台关系发出一份警告 说白了就是中共流氓见不得别人好 别人关系好了他就会妒忌 以前北京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羞耻感 越界也是头头摸摸的 不敢公开声张啊 但是现在大家看中共已经公开说了 不承认台海中线 中共这么说意味着呢 它以后可能会经常越过这个台海中线 那这种变化 很像是中国大陆遍地都是的卖淫嫖娼 以前这种事情还是半明半暗 但是现在中共的官员如果没有这种事情 好像都不好意思在体制内混下去了 自由亚洲引述一位匿名台湾学者指出 中共这次抓住佩洛西访台大作文章 就像那个乌龟咬人 只要咬住他就不会松口 我在上一期节目中就指出 佩洛西访问台湾仅仅就是一个借口 并不在于访台人的身份 关键是中共要毁掉这个台海中线 进而侵吞台湾 中共有这样的野心 就像那个抽阳脚风的 到了抽风的时候 他就会抽风 他不在于是他干什么不干什么 那位台湾学者指出 中共为了转移国内压力 一定会对外制造事端向国外亮剑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 中共的军演常态化 中线隐形化 以训转战指日化 这位学者的话其实通俗的说 就是为了转嫁国内的危机和政治压力 中共只能不断的对外挑事 在中共看来 台湾是比较好欺负的 所以中共可能经常会围绕着台湾 制造一些事端 尤其是中共的二十大之前 中共可能抽风会比较频繁一些 这很可能是习近平为了达到连任的目的 而采取的一种办法 在习近平的眼里面 统一台湾可能就是一份使命 法广表示习近平一直是这么看 也把统一台湾当作自己继续连任的重要理由 所以佩洛西在访问台湾之前 中共采取了多种手段阻止恐吓 因为北京认为 此刻佩洛西访台是对习近平的冒犯 也是对习总强人形象的巨大冲击 但中共的威胁没有得逞 佩洛西仍然飞抵台湾访问 随即以胡锡进赵立坚为代表的这些口炮党们 开始煽动民众 挑动民众的愤怒 但是民族主义情绪被口炮党们用过了头 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转向了始作俑者 使习总的强人形象大打折扣 国内的小飞红们发现 习近平没有官媒吹嘘的那么强大 可能习近平也是自觉着颜面受损 脸被佩洛西打得太重了 因此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演习 事实上中共在佩洛西离开之后的军演 早就被人们预见到了 其实佩洛西访问台湾 打了北京的脸 这是一个方面 其实也给习近平带来了一些机会 他可能会利用这次事件 对中共的政治老人和各个帮派进行游说 让他顺利连任 同时也是借助着军演毁掉台海中线 将武统台湾向前推进一步 在有军演开始之后 中共配合了高调宣传 使人们就不再继续关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已经出现的破裂的迹象 不再去关注银行的危机 人们不再去持续关注中共支持国有企业 而产生的巨大政府债务 人们不再去关注清零政策 对中国经济毁灭性的冲击 对习近平本人来说 虽然被佩洛西访台打了脸 但收益还是很多的 所以此时此刻的习近平可能正是在偷着乐呢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习近平玩弄台海问题 这个有点像拿菜刀哄孩子 感觉是有点悬呢 因为这是一把双刃剑 你只有玩好了 习近平才可能有所收益 得到他的第三刃期 当然了还是说中共得续命到那个时候 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之间就直接崩溃解体了呢 看中共这个朝不保夕的样子 我是在等着看的 如果习近平没玩好 引发了台海冲突 那中共吃败仗是大概率的事 如果中共吃了败仗 中共很可能会随之解体 那么习近平不仅仍会被网友们嘲讽为是总加速师 而且还得背负着骂名 即便是中共没有随之解体 那么吃了败仗的中共很可能会对习近平发难 一直反对习近平的那些势力 这个时候一定会趁势反扑 很可能会将一切罪名扣在习近平的头上 那么习近平不仅要被赶下台 还得背负着骂名和罪名 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谁都无法预测 我为什么说中共会大概率的吃败仗呢 大家知道事反领兵打仗 都会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 而这三点中共是一样都不占 先说天时 现在这个世界人们都是向往和平 没有人希望打仗 而这个时候中共是频频挑战世界 其实西方国家早就对中共很反感了 如果中共在发动战争的话 那么可以想见的就是西方国家一定会援助台湾 抗击中共 44年前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有这个讲话 现在被人们重新给翻了出来 邓小平说啊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 变成一个超级大国 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到处欺负人家 侵略人家 剥削人家 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就应当揭露他 反对他 并且跟中国人民一道打倒他 大家可以看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现状 俄罗斯凭着胳膊粗力气大 对乌克兰进行侵略 在乌克兰被入侵之后 爱好和平的西方国家都在大批量的援助乌克兰 从经济援助到武器援助 支持这个国家抗击俄罗斯 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队 几乎是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很多的俄国士兵命丧异国他乡 甚至俄罗斯的军队的一些将官也被歼灭了 为什么这样啊 就是因为人们反对战争 现在整个世界除了中共等几个共产主义政权 在不断的用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之外 自由社会的人们都在祈愿和平与自由 如果中共发动战争 那完全是逆天而行 不可能得到上天的护佑 再说地利 中共围绕台湾周边海域大规模的军演 用老百姓的话说呢 这是欺负人欺负到了家门口 到了台湾地狱去发动战争 中共是不占据任何的地理优势 在六号的节目中啊 我说中共的环岛军演呢 可能在演练它攻打台湾的方案 但如果中共真的封锁台湾 至少在台湾以东海域 中共会受到美国日本等国家援军 将与台湾军队的前后夹击 除了水面上中共的军队找不到便宜 即便是中国的军队强行登陆成功了 但是进入到岛内 中共的军队同样占不到便宜 国军是本土作战 无论是城市还是山区 他们对地形都相当熟悉 所以国军就可以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 对入侵的中共军队实施歼灭战 而中国的军队呢 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去打仗 很可能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 再说人和 对中共而言 这个已经就不是短向了 而是缺向 大家知道中共体制内 真正鼓动打仗的人并不多 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 有位网友就指出 教掌打仗最凶的 都是不上前线的人 他们在鼓动别人家的孩子 去往前线冲 去送死 普通百姓谁愿意打仗啊 打仗就意味着要死人 普通百姓会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孩子上战场送死吗 中国老百姓早就看到了 苦难的根源就是中共的邪恶统治 人们苦共久矣 都希望中共早点解体 然后过上好日子 如果真打仗的话 一定加速中共的覆灭 人们怎么可能 为中共去扛枪卖命呢 那不等于是在帮中共续命吗 想想网络上那些 自称带路党的网友们 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呀 不就是盼望着中共政权被推翻吗 不就是盼望着中共解体吗 中共军队里的那些士兵 他们都是穷苦百姓人家的孩子 在部队里当兵 可是他们老家的房子被强拆了 他们的父母辛苦攒下的一点存款 被莫名其妙的卷走跑路了 他们的父母掏空了所有的钱包 买的房子却成了烂尾楼 他们的姐妹去吃宵夜 却遭到了流氓的殴打生死不明 他们的女朋友可能被拐卖到了不知名的地方 已经变成生了八个孩子的铁链女 这些穷人家的孩子 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都遭受到了中共的百般蹂躏 早已经忍不可忍了 他们巴不得中共立刻解体 怎么可能还冲上前去吃枪子挨炮弹呢 如果他们真拿到枪的话 说不定就会拿着枪去找中共的官员算账了 把那颗子弹送给那些中共的流氓官员 我们再看台湾这方面 上上下下都非常清楚 为台湾而战如此重要 这是台湾年轻人说的一句话 Lisa是众多练习射击的年轻女生之一 她告诉BBC 如果与中共爆发战争 我将会挺身保护我自己和家人 这就是我学习打枪的原因 Lisa说 我珍惜我们的自由 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基本权利和价值观 Lisa的说法代表着许许多多台湾人 特别是台湾年轻人的心声 谁愿意自己的家园被流氓践踏呢 谁愿意自由的生活会变成监狱呢 所以现在台湾参加枪支训练的人数出现了猛增 人们都希望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 既保护自己和家人 又能使国家免遭侵略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点 打仗的必备条件 中共是一样都不占 这样的情况下去开战 中共有几分取胜的把握呢 所以如果习近平是以环岛军演来谋求连任 恐怕这是一招再臭不过得起了 不过目前看 北京领导人想吹点什么 还的确是真不太容易 不太好找 所以中共是无论怎么吹 网友们都会是骂声一片 今天新华社刊登了一篇文章 7700字的长文 吹嘘习近平引领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 文章表示 在应对疫情中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打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 赢得历史主动 这篇文章还表示 习近平的疫情防控政策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健康 也最大程度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 基本盘 第二季度经济顶住下行压力 实现正增长 并且使中国成为发病率最低 死亡人数最少的国家 文章还引用习近平的话表示 说中共占据时与势 声称这是中共定力和底气所在 决心和信心所在 要求在西中央的领导下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等等 我们都知道中共有一个死也改不了的特点了 就是缺啥喊啥 中共顶级喉舌发7700字长文 就吹嘘这个习近平的疫情防控动态清零政策 足见这个政策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咱们就不说武汉西安扬州和上海了 就说国内旅游火热的海南吧 正在习总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封省 网友嘲讽 佩洛西走了以后 以为是要封台湾岛 结果封的是海南岛 在海南省疫情升温之后 三亚市、五指山市、海口市、丹州市、万宁市和穷海市 纷纷实行全域静态管理 所谓的全域静态管理 其实就是封省 这是中共的一个新的说法而已 西方国家采取的与病毒共存的政策 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人们出门很少戴口罩 我所在的美国 人们已经消除了对病毒的恐惧 人们的生活工作都已经受影响的非常小非常小 人们正在享受着自由 而中共那边呢 还在忙着封省封城 还在忙着全省范围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中共不仅给人做核酸 而且给猫狗、鸡、鸭、甚至麻雀都做核酸 给门把手做核酸 给厕所的墙壁做核酸 给贩卖的蔬菜水果做核酸 给雪糕做核酸 等等等等 全世界都在看中共的这个效果 看中共怎么折腾 在习总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 中国百姓像是玩偶一样 中共是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 变着花样的折腾和折磨 但是中共的折腾并不是为了防疫 或者说它不完全是为了防疫 它的重点有两个 一个是让人们听话 另一个就是要掏人们口袋里的钱 中共要求人们非必要不出门 足不出户 把人们囚禁在不同的地方 像坐监狱一样 门开着却不能出屋 出去就可能被拉走关押起来 中共给每个人都弄了一个行程码 随时监控着人们的行踪 不想让你动的时候 你即使没在疫区 即便是没有接触过患者 也同样给你赴黄马赴红马 让你是寸步难行 如果你在疫区 即使没有接触 中共也会给你弄一个时空伴随 让远在一公里以外的人变成密接 然后中共会把整个小区 整个社区 整个街道 甚至整个城市的人 集中起来隔离 让人们去花高价钱做监狱 就在海南三亚时 成都有一家人 13口人7月底去度假 一直住在有一个叫文华东方的酒店 疫情原因被截留在了三亚市 一家人还是继续住在这家酒店 据称三亚市政府给了个半价优惠 什么是半价呢 每顿饭700元一个人 一家人7天花费了18万 过去山贼抢劫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中共抢劫 他不说是抢劫 他说叫合理收费 老百姓必须要配合党的合理收费 否则就是违抗防疫政策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所有这些每个老百姓提起来都会骂几句 但是中共的官媒却把这些拿来当成习总的成绩进行吹嘘 明显是带有低级红高级黑 恶心习近平的意味 如果北京领导人用防疫来试图被自己的脸上贴金的话 这个可真不是一个好的招法 这等于是自己在黑自己 不仅无助于二十大 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骂声 那好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希望之城会员区去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现在已经搬家到了希望之城 大家可以到希望之城去订阅观看我们的节目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